我发现最近大百辆的车都不怎么好走 真的不好卖大百辆 是不是因为油价要上涨的问题呢 反倒这些几万块钱的小百辆比较好走 要四年上牌的大众保来自动 1.6排量的大一个天窗 其实大众车一直被很多客户群体误解 总以为说发动机容易渗油烧机油 然后油耗高 这只是相对老款的1.8T或2.0T 可能会烧汽油 剩点油 但是1.4的跟1.6的 一直以来发动机都是很稳定的 而且油耗呢 剩比各系车还要省油 这不是吹的哦 这个是那么多年以来我体验过的 这台车的话整体车况还是很OK的 本地一手车没有过户十万公里 然后整体的车外宽的话就80%还是元气 我们看一下内饰 大众车大家都知道呢 这种内饰没有什么好多过多的介绍 都是很普通的 主要是它用料除了大众车 起本内饰长的都差不多方方正正的 后排空间整体还是可以的 7万个钱的家庭大部车 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 然后整体车况也很好 目前呢这车我们是售价5.5米 如果有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私信我 我是南宁座二手车的张仔